16号晚间一场无名火 火势来得猛烈 让刚要出门的受风香水 连村的屋主来不及进行屋内物品抢救 两栋房就陷入火海 家具被烧得金光 屋主的经济状况不好 水连村长希望社会善心团体可以给予协助 让屋主可以及早恢复家园 16号晚间一场无名火 让正在准备离家 外出办事的屋主接到家人通知 防止起火 再看到眼前的景象 也只能够加入救灾 由于屋主的经济能力为低收入户 水连村长在获之后 也即刻赶到协助租户 并呼吁社会三星人士能够给予协助 让屋主能够渡过难关 而目前整起的事发经过 以及原因正有锦销 建设小组调查当中 记者凌桀 寿风箱采访到 念启一直在导致 建设小组调查当中 有耐心的 所以才能复余